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松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社会新闻的来看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 就是呢 在马来西亚国内呢 有个22岁的学生啊 然后他就在网上炫富啊 他就应该是笑出他整身的名牌 然后呢 就跟大家讲 哎 你知道我这些整身啊 从头到脚啊 他总共穿了多少钱在身上吗 九十万 九十万 九十万是什么概念 在很多地方可以买一间半渡利啊 懂吗 OK 甚至呢 可以买一间店都可以了 他说他把九十万穿在自己身上 OK 他这么高调的现负啊 当然在网上呢 就引来了很多人的乱喷啊 OK 就有人说 哎 税务记 快点去查一下 他的税到底有给够了吗 OK 好 然后针对这个课题呢 我想提出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我分两个part来讲 OK 第一个part就是呢 这个炫富啊 这一个方面 好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劝劝一下 各位年轻人啊 就算是中年的老年人都好啊 OK 呃 这样的炫富其实是不应该的 OK 你这样炫富 除了你自己可以得到那个满足感 然后你还招惹了很多人来咒骂你吧 也许你可以说人家眼红啊 人家羡慕嫉妒恨啊 但是呢 也要为了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啊 你在跟全世界来说 你很有钱 你整身有九十万 当然打抢你身上罢了 就有九十万可以拿 是不是 所以自己已经想好好来啦 我告诉你讲到这个炫富了 呃 我是牙医啊 你们知道了 我时常啊 我有病人啊 啊 带着粗粗的经练啊 整身经了进来的啊 我第一句话我一定讲了 哎老大 以后不好这样来带了啊 现在自然不是很好啊 OK 啊 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人 我看到我都会好言想圈一句啦 所以 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啊 OK 第一 你整身就有九十万准备被人打抢了啊 OK 第二 啊 就算不打抢你这个人啊 啊 把你整个人绑架掉啊 啊 输尽应该也不少吧 OK 第三 啊 何必为了这些虚无缥缈的虚荣感啊 啊 然后去伤害别人的感情 去惹人家眼红啊 啊 OK 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实际得到了什么好处 就是一个爽子罢了 所以 炫富呢 是完全啊 不应该的行为 OK 这个层面我讲完了 我现在讲第二个层面啊 哈 就是有网友说啊 要查 这一个人的税到底给够了没有啊 这句话是多来讲的 为什么 他是22岁的学生 100%是没有做工的 100%还在读书的啊 OK 根据马来西亚现在的这个税收制度 你有做工 然后呢 你 呃 月入呢 起码要三四千以上你才有机会被抽到税啊 有做工就要告税了 但是你的月入要超过四千以上你才会被抽到税 啊 所以 学生肯定没有做工的 啊 尽管他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奢华 但是呢 他没有做工 在法律上他是不需要教税 你叫税去查他干嘛 啊 OK 讲到这里啊 也许你会说 查他老爸 啊 OK 我以前我跟你讲过 啊 大家也听过 在美国有一句话流传的嘛 啊 巴菲特 全世界的股神 啊 听说呢 他秘书要给的个人的税呢 比这个巴菲特还要多啊 这句话是传了很久的话了 不得是真是假了 啊 其实这句话他带出来的意思是说呢 那些真正的有钱大佬啊 他们呢 啊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避税逃税啊 OK 所以分分钟啊 他们要给的税呢 还少过你普通老百姓啊 啊 所以你叫他老爸交税 你们等啊 OK 那就欠了17亿的税到现在还没有还了 哈哈哈 OK 好 so 啊 我其实我今天这个视频的刚才炫富那一那一方面是多来讲的啦 我主要是要讲后面这一方面啦 就是关于这个税 啊 so 来到这里了 我就要再一次的推销 哈 我一路来啊 所主张的 设施税 啊 OK so 像面对这种 有钱人 富二代没有做公安 你抽不到他税 他的老爸富一代 啊 很厉害 啊 逃税 避税 你也抽不到他税 怎么办 有一个方法 可以从他们身上挂出钱来 就是设施税啊 所以我一路来 我鼓励奢死税 这一个就是奢死税最好的例子 啊 他将他全身上下带了90万吗 是不是 啊 这90万全不是名牌吗 如果我的奢死税是执行到位的话 这90万我起码可以收一个28钱上来 18万我政府先拿信贷了 是不是 所以你明白 奢死税的威力了吗 面对这种很爱炫富的人啊 没有问题 你有这个本钱炫富 先给我一个20% 奢死税 啊 OK 不管 这个学生有没有做工的 不管他老爸怎样厉害避税逃税都好 啊 有钱人 一定是要设施的 啊 我告诉你 即使是富一代啦 那些真正的省次减用不舍得花钱呢 我看到都很罕见啊 很少见啊 啊 OK 但是我告诉你 富二代富三代省次减用 我没有看过 我真的是没有看过 啊 他们怎样他们都要设施消费的 啊 所以呢通过他们的奢死消费 我们就有办法可以把这个奢死税给收上来 我在这里我要强调我并不是仇富 啊 OK 我只是想告诉你 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销售税跟消费税 我们每天都在炒这个销售消费税 因为这个销售税跟消费税都会挫杀穷人 我明明只是一个啊 穷到要死的死凶鬼 啊 每个月只是千多两千块 这样啊 我比喻啦 OK 然后政府还要抽我这个消费税跟这个 消费税哪里可以啊 OK 所以我们呢就想一个方法 啊 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奢死税 奢死税专门只针对奢死消费 你说你是死凶鬼吗 OK 你不可能去买 名牌啊 吃什么高贵餐厅吧 是不是 啊你够过活就好了吧 是不是 啊 所以呢 那些有钱人的去买名牌啊 啊 去啊 高奢死的消费我们抽他够够力好不好 啊 啊 奢死税的主张就是在这里 啊 像今天这个例子我特别抓这个例子出来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啊 这个是学生没有做工 你抽不到他税 他老伴也未必抽到他税 OK 我们奢死税 去抽他够够力肯定跑不掉 啊 除非啊你付一代付二代付三代啊 每天躲在一间廉价屋 加一两干就 然后每天在家里吃鲜衣白菜啊 这样我就讲你厉害啊 我就真的是抽不到你奢死税啊 啊 so 我们去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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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